弟兄弟们 平安 感谢主又来到咱们今天的主日特辑 今天按照创世纪的顺序 我们终于来到了很多信主的和不信主 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区间 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蔑视的大洪水 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大洪水 看看从中能悟出哪些道理来 从这个一个大家都知道 也几乎说烂的话题里边 我们是否能挖掘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否能挖掘出一些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所以本期内容信仰浓度并不是很高 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可以看 但是转头还是老生常担强调 这个内容还是含有基督教信仰内容 如果你对相当内容感到抵触的话 请您谨慎观看或者不要观看 以免给您自己造成不适 好了 咱们言归正传 好 那么既然是信仰节目 我们还是首先要看一看 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 那今天的这个跨度有点长 跨了两章 创世纪第六章 第七章 甚至还有一部分第八章的内容 那么我不可能都给大家读一遍 那我跳着给大家读一遍 那感兴趣的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自己打开圣经 自己对照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创世纪第六章 第十二节 神观看世界 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飞幕造一只方舟 分一间一间的造 里外抹上松香 那么后面就是方舟的造法 比如说什么长三百轴 宽五十轴等等等等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来说就跳过了 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七章 一到四节上帝提到说 跟挪亚说 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之前让你准备的这些动物 按照种类 还有这些飞鸟什么的 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再过七天 我就要降雨在地上 四十昼夜 把所有的活物从地上除灭 那么于是到了这个七章第十节说 过了那七天 洪水泛滥在地上 当挪亚六百岁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第十七节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 水往上涨 把方舟从地上飘起 水势浩大 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 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 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水势比山高过十五种 山岭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雪舟的动物 就是飞鸟 牲畜 走兽 和爬在地上的昆虫 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旱地上 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凡在地上各类的活物 连人带牲畜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了 只留下挪亚和那些 与它同在方舟里的 水势浩大 在地上一共一百五十天 好 那么经文读完了 关于大洪水 其实科学界现在一直在探寻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 也确实似乎无法找到 让所有人都信服大洪水存在的证据 但是这并不妨碍 对于大洪水这个事情的 兴趣以及了解 以及探寻存在很多人当中 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说科学 才是唯一的权威 这个大洪水依然在世界上 存留很多的印记 等待我们去发现 你比如咱们举几个例子 先从历史者来说 在历史文献和历史考古 以及一些古迹都证明 我给大家总结一点 我给大家念一下 好 那么首先是从历史故事当中 现在有一个特别巧合的事情 很神奇 就是在很多的部族 很多的民族的历史神话传说里面 似乎不约而同的 出现了洪水灭世 或者是洪水极其浩大的 这样的一个传说 很神奇 它为什么不是说火呢 对不对 整个世界有很多人说是火焰灭世 为什么没有呢 没有 大部分人说的都是水 这个本身就值得人们去思量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有一件事情 深刻的刻在了某一代人的骨髓当中 然后他们代代传承 这个神话传说变成故事 最后各种框枪走板走掉之后 是不可能形成这么一个局面的 包括中国对吧 中国咱们小时候这个大雨治水 都知道当时那水势极其浩大 而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当时的人的身高 实际上根据圣经来说的话 当时人的岁数是动不动就活900多岁 咱们上期也讲对吧 人的岁数 人的岁数到了120岁 减到120岁 是因为人的被血气所控制 然后神的灵说 我不长久与人同在 然而他的岁数可以到120岁 从这个之后 人的岁数才逐渐下降 那么后来有人就提出一个推测 就是说 那么当时是不是存在巨人呢 巨人的那个肘 这不是说这个方舟是300肘吗 现在看300肘并不是很大 那怎么能装那么多动物呢 那么现在想 也许当时是巨人的300肘 那么那样的话就可以装下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当中 洪水的我们就不念了 已经太多了 咱们来看一看对于巨人的了解和巨人的记载 你比如说 在1950年的时候 土耳其的山谷地区发现了很多的巨大骨头化石 那么经过调查证实了这个骨头的材质和人骨非常接近 只是比例非常大 你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明显是大腿骨的化石 跟人类的大腿骨是一样的 那么仅仅是大腿骨就有120公分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 这个人的身高正常来说应该有5米高 这可以说是巨人了 那么如果说是5米高的话 再算上这300肘那玩意儿对吧 那就高可大了去了 然后还有2001年媒体报道说 美国和秘鲁的科学家说有个重大发现 怎么回事呢 说他们在位于秘鲁北部海岸的一座巨型金色塔里边 发现了三座充满大量神秘文物的古墓 那么考古人员在里边发现说 里边有三具非同寻常的骨头骨骸 是三具巨人的骨架 之所以称他们是巨人 是因为这些骨架的身长都在2.8米以上 而当地的平均男性的身高还不到1米5 所以这种巨人它是从哪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中国 中国的史书记载 你比如说在汉书的五行志里边 曾经记载说当年秦始皇为什么要用青铜铸造了12个铜人 秦始皇这12铜人收集天下兵器 就当相当于古代版的禁枪令 那么为什么要铸这12个铜人呢 不是铸铸球呢 是因为在秦始皇26年曾有12个大人 就是咱们尊称那个大人 其实按照古文理解可能应该是巨大的人 出现在这个中国 这些大人长五丈 足六尺 就是光这个脚六尺大 好家伙 这个秦始皇就是从这突然出现的12个巨人中 得到启示 所以想要驻这个12个巨大的铜人 以震慑四方 证明比如说这大人是跟我们秦朝一波的 你们所有人都要 都要服从我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再往前倒呢 在这个史记的孔子世家里边 据说啊 他记载这么一件事情 说当年吴国讨伐越国 那么攻占了首都之后呢 得到了一个叫什么骨节专车的这么一个东西 很神奇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这个吴国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长的这个骨头 于是呢 就派使者去请教当时据说是这个学问非常大的谁呢 孔秋啊 这个孔子啊 然后呢 这个使者见到孔子之后呢 先卖个关子 他不说说哎呀 我发现一个车什么的 哎 来请教你 没有那就掉价掉份了啊 于是呢 他先问孔子 说您知道什么生物的这个骨头最大吗 那孔子想了想说当年大雨召集诸神 就是这个也就是中国这所谓的各部落的首领啊 在这个山上开会 那么当时呢防风市啊 迟到了 哎呀 不好意思睡过了啊 大雨啊 一怒之下就把它砍了 那么防风市的大腿骨啊 正好跟车一样长啊 所以这就是骨头里边最大的骨头了啊 他没说是车 但是孔子直接把车点出来了 然后呢 使者又问说 那这个防风市是哪来的 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 孔子告诉他说 这个防风是个部族啊 这个非常 这个历史已久远 远远流长啊 在这个周池 周池呢 被称为叫长笛 这个就是那个山姬 你明白吗 这不是那个陈浩南啊 山姬 不是那个山姬 这个笛呢 就是一种长尾巴的山姬啊 很有意思 他叫长笛 现在呢 管他们叫大人啊 你看这个跟秦朝那就对上了啊 于是呢 使者又问说 那人能有多高呢 孔子说说 说这个有一个叫这个焦瑶氏 就是古代传统的矮人族啊 那么焦瑶氏呢 身高有三尺啊 这是人类最矮的 那最高的人呢 是他的十倍啊 不会超过这个数了 所以你说呢 最高那就是啊 三丈 于是呢 使者是非常的佩服说 说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圣人啊 什么都知道 那于是我们可以根据孔子 给出的数据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四则运算 很明显 那么啊 孔子说这个防风势是最高的 那么最高不会超过十倍 那么很明显啊 带入这个这个公势啊 由此得知 最小单位是这个焦瑶氏 那么就是三尺 三尺乘十 那就是三丈 那么古时候的这个丈呢 不适合和尺 也不是很标准啊 跟今天不一样 那么大概咱们说 相当于十五六厘米吧 差不多这么意思 就一尺是十五六厘米 那么三尺再乘以十 基本上大概是四米八或者五米 这个数值 哎 你看这个数值和之前推测的啊 就是说啊 在这个土耳其发现的大腿骨 最后算出的比例 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而且呢 更有意思的是 根据现代科学推测说 像什么恐龙啊 猪罗记啊 这些生物为什么会长那么巨大 而现在动物为什么长不了那么巨大 据说是因为当时地上是没有春夏秋冬的 当时整个地球据说是恒温的啊 所以空气中湿度非常大 含氧量很高 那么含氧量高的时候 经过科学计算 确实是当这个植物含氧量高的时候 或者气候温暖的时候 这个植物就很容易长成巨大化 那么就像史前植物一样 所以我们在结合圣经里说的 说地上的全渊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就打开了 就有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的假设 说地球原本是一个水球 我们知道地球无时无刻的 面对太阳的这个什么离子风暴啊 什么太阳风啊 包括什么什么宇宙射线的这个威胁 还有陨石 那么如何能够保证这个星球 气温是恒温的呢 你要知道圣经里边很有意思 圣经说 说从洪水灭世之后 地球上才开始有春夏秋冬 才开始有寒暑 而之前是没有的 而你再联想 咱们最开始讲创造纪最开始的时候 人是不需要穿衣服的 为什么 穿衣服除了这个羞耻之心之外 在最开始人没有创造这个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 人内心不脏的时候 衣服穿不穿是没区别的 那么穿衣服的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保暖 那么当时神创造人的时候 没有涉及保暖的问题 这就说明当时至少 伊甸园的环境里边 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衣服 所以种种种种 你想起来最后很有可能 就是地球当时神创造的时候 天上是裹着一层水球的 也就是说在咱们今天 听起来很像不可思议 是吧 在今天的大气层外面 有可能有一层水球裹着 裹着这个地球 那么这层水也许是气态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 太空中也确实出现这种情况 把水在空中飘着 它并不会消散挥发 那么这个水 我不是理科生 我不太懂的东西 但是我有文科生的角度 咱们想一想的话 这个水很有可能 如果足够多的话 现在你拿火箭运水上去 肯定是不划算的 但当时神创造的时候 确实有可能 经过这样一层水膜的话 阳光经过这个是吧 这个恒温 等于这里边地球温度是一致的 那么正好是恐龙 正好是圣经里边 记载这个环境里边 是恒温恒湿的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候 那么圣经说 他说天上的圈圆开了 那就意味着说 这个水从天上都降起来了 灭世 由此之后 地球再也没有这层水膜了 于是有了寒暑 有了架墙 有了春秋 所以这个是正好扣上的 而且咱们再想一波的话 你想一想 当年恐龙灭绝 今天认为说是陨石撞击 导致恐龙灭绝 但是有没有可能 上帝用陨石撞击这水膜 把水膜撞散了 就像撞出窟窿一样 水膜被陨石撞出窟窿来 然后水顺着窟窿 都流下来 完了恐龙实际上 不是死于撞击导致 这种星球毁灭 而很有可能恐龙 是被活活淹死的呢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可能 而且你再想一点 圣经刚才咱们读了说了说 说地上所有鼻孔有活物的都死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他没说 圣经里没有说 但是这个就留给我们去挖掘的 你比如说两个地方 一个是植物 一个是动物 你看今天在美国有这个红杉树 长得极其高大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 为什么红杉树能够活下来 植物在圣经里讲说 大水的地上一共是150天 对于人和一些牲畜走兽飞鸟 飞鸟飞150天不可能 人游泳游150天不可能 泡都泡死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唯独植物 你泡150天 未必会死 尤其有一些种子泡在水里面的 它很有可能 包括有这个尖壳的种子 它很有可能能活下来 所以你看今天在植物界里边 你往往能发现 说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古化石 活化石 说错了 不是古化石 活化石 银杏 红杉 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 都是活化石 从史前文明传下来的 而为什么动物没有 哺乳洞里边可没有 当然鲸鱼出来 对没有错 咱们就说到海里边 圣经说了 地上的走兽飞鸟 都被灭绝了 而唯独什么 唯独鱼它没有提 所以你看今天在海洋里边 你能看到很多史前的鱼类 尤其你进入深海的时候 那些骑行过这种鱼类 有很多可能是从创世之初就留下来的 而唯独陆地上你找吧 你在陆地上你给我找 就是什么四足行走的 包括鸟类 有没有史前的 没有 很神奇对吗 就为 如果说植物有史前的活化石 然后今天的这个什么 这个海里的鱼有史前的活化石 比如有一种著名的叫外骨鱼 用鱼鳍行走等等 被科学家认为是史前的活化石 几亿年前的是吧 那好 为什么地上的生物里边 那两个猪狗粗群都有 为什么地上的生物和鸟类里边 没有史前生物活的活化石呢 为什么没有 因为灭绝了 所以诸如此类几种的印证 虽然不能作为一个确凿的 说让现在所有人都相信 爱信不信 但反正不管你信不信 我信了 它是一种朦胧的证据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找到的这么一个证据 我个人是相信这一点的 好 那么我们既然相信了大洪水的存在 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这位神 今天有太多的人来宣传 我们这神是好慈爱的 上帝爱你 你就感觉什么情况了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位神 就是软弱可欺 甚至有些人萌生中想法 你看你这神这么慈爱 是吧 算了吧 我现在先不信 我信了以后 这不能做那不能做 多不爽啊 我等我七老八十的时候 最好是我 对吧 我之前还做过多端的时候 我管局我快死了 完了以后 我要信主 然后你看 我做了一辈子饿 享了一辈子富贵 然后最后上天堂了 多好啊 在新约里边 耶稣举过的例子 还记得吗 这个有一个人 有一个财主建了大仓库 然后说你看 我可以足够的享受了 我存了这么多物资 尽情吃喝快乐吧 上帝说愚蠢的人 今夜就取你的性命 你这些储备 又是存给谁的呢 原话不是这一句 这这么说的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说今天 已经很少有人 来提上帝的可怕 来提上帝的严厉来了 那没人提好吧 我来提 我今天必须要跟很多人说 我并不害怕有钱人 哎呦 我这上帝不慈爱呀 还洪水灭世呢 算了 我不信了吧 那你就拉倒 我不怕这个 我要传播的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信的这位神 是大而可畏的神 其实我们信的这位神 真的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好像真的像一个白狐狐 刺想老爷爷 你什么时候想起他 什么时候在 相反 他是轻慢不得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同样是圣经上的故事 那么时间呢 我们跳到这个旧约时代 大卫王 著名的这个雕塑 米开朗基罗雕塑的这个大卫 是吧 大卫王的时代 发生过这么事情 大卫做了王之后呢 大卫的评价 在圣经里面 是耶和华中心的仆人 评价是很高的 上帝很喜悦他 但是他做过一件错事 有一天 他在这个宫殿里边 溜丸 吃完饭 消消食 看见一个妇人 在这个宫殿顶上洗澡 我也不知道 这当时什么习俗 很有意思 以后有机会 可以在我考证完了 给大家聊 反正看见一个妇人 在宫殿的顶上洗澡 这大卫王一看 我说 悠和 这不错呀 然后就问说 这谁呀 说 这是叫乌利亚的妻子 说 哎呦 这个长得漂亮 于是呢 一来二去 俩人在一块 然后呢 不小心 怀着了 我有了 哎 这个时候呢 这个乌利亚在干嘛呢 乌利亚是大卫忠心的将军 在外面给这个王征战 那大卫一想 这完蛋了 这玩意儿 没法遮掩啊 对吧 当时也没有什么亲子鉴定 那怎么办呢 大卫就把这人招回来 说说说你这样啊 你累了 你回家休息吧 意思说你回家了 这么久了 对吧 你跟其媳妇亲热一下 一亲热完了 有了孩子 你看 这等于是 就有这个接锅侠了 有这个背锅侠 这不是我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乌利亚特别忠贞 特别的忠诚 说说这个王啊 你的战士 还得跟敌人交战呢 你把我叫回来 我却跟妻子去同情 对于这些战士们 是不义的 是不道德的 所以呢 他宁愿睡在宫殿门口的地上 也不回家跟妻子团聚 所以大卫一看 我说是碰着这哥们 你说忠诚不忠诚 但玩意儿你太轴了呀 你不明白我啥意思 于是大卫就干了一个缺德事 他就跟这个自己的亲父 这个总指挥 总司令叫过来说 你把他派到这个战事 最激烈的地方去 等他上去以后 你们就下来 导致就把他卖了 卖队友 典型的卖队友 于是乌利亚死了 就这么悲惨的声音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大卫就把这女人娶了 因为她确实非常漂亮 然后俩人这孩子也生出来了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这位神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的 于是在圣经的撒末尔记12章 从第10节开始 你就看到上帝是如何来惩罚大费的 撒末尔记下12章10节 神说 你既藐视我 取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所以你看看今天以色列 是不是刀剑 是不是战争 从来没有离开他 然后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 你在暗中行着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卫一听就怂了 然后第13节赶紧说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着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于是拿丹就回家去了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七 给大卫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后来孩子就死了 按照咱们今天的标准 对吧 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是没问题的 可是这个孩子是因罪而生的 因大卫的私欲而生的 这个孩子最终没有逃脱 上帝没有放过他 而且刚才说了 说大卫你做这些事情 不道德 夺你下属的妻子 是吧 好 神说我要让你所有的嫔妃 在光天化之下跟别人 哼哼哼哑 然后这事真应验了 同样就在萨姆尔记下的第16章 第22节 当时是大卫的一个儿子 造了他的反 于是大卫就被赶出去了 那么他的儿子叫亚沙龙 占了大卫的地盘 占了大卫的宫殿之后 他干什么 第22节说 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 支搭帐幕 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与他父的嫔妃亲近 所以大家看到了 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 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他是大而可畏的 你要知道 他在远古的时候 因为地上满了墙 他用洪水毁灭了所有的人 当时我不知道地球上有多少人口 全部被毁灭掉 那你想想 今天包括大卫记载这些事 岂不都只是小打小闹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第一个重点 那就是我提醒大家 我们需要害怕这位神 没有错 敬畏敬畏 尊敬 而且畏惧 不要觉得说 好像畏惧是不好的事情 你正应该怕他 圣经里边同样在这个新约里边 说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指的就是魔鬼撒旦 那杀身体 又能杀灵魂 还能把这个灵魂下在不灭的火里面 永远激受惩罚的那一位 倒要怕他 没有错 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 才是真正应该去害怕他 去畏惧他 进而来敬畏他的这样一位神 所以今天我说的第二个点 就关于这个方舟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这个方舟其实建了蛮多年的 有人说这个方舟建了120年 我不知道他从哪考出了120年 我把整本圣经翻了半天 我也没看出这圣经里边提到 哪里说造了120年 但是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只有挪亚和他一家人来做这个事情 还跑去老幼妇孺 那么实际上劳力有限的情况下 他这个方舟确实建了很多 很久很多年头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在他建的时候 挪亚这个人 有没有给别人去传呢 是有的 挪亚其实在当初就在跟众人说 地球要毁灭了 你们别再作恶了 或者怎么样 跟我一起来 跟我一起上方舟吧 可是没有人相信的 实际上圣经你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其实上帝也是存了人心的 虽然他要毁灭这个世界 但是他说 他的最后 他首先让他建方舟 没有说是秘密的 躲在哪个地方去建一个方舟 没有 他就说你就是去建这个东西就好了 郭明正大建 别人问的 问的肯定就说了 对吧 这个很明显 上帝就是对世人最后的一个宽容 最后的一个警示 你们再 就跟咱们小时候管孩子一样 拿着一个拖鞋举起来 咱们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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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还是没有人听 那即便到了最后的时刻 马上七天之后 洪水就要来了 上帝也没有说 说明天洪水来了 或者下一分钟洪水来了 你们赶紧进去方舟 没有 神说七天之后洪水要来 这是最后的七天 准确的日期 告诉你们七天之后 这个时候 挪亚一定会去告诉身边很多人 但是没有人听他 这七天 若是有人跟从挪亚 这个人也必然得救 但是也没有人打理他 没有人相信他 地上依然是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高兴开心 于是结果呢 于是就是七天之后洪水来了 当那个时候 门被封住了 被上帝封住了 挪亚自己都打不开 我想当洪水慢慢逐渐涨起来的时候 一定外面有很多那个时代的人 在拍着这个方舟的门 说你开门哪 开门哪 让我们进去 但是挪亚想开也开不了 恩门关了 你就再也进不去了 所以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挪亚能撑过这个末日洪水的 这个能力 或者这个条件是什么 是这个方舟 对吗 没有这个方舟 他们一家人全完蛋 那么好 我们今天这些人 我们能够度过未来的末日 地球的末日 我们凭借的是什么 上帝已经说了 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毁灭这个世界 还用得着洪水吗 嗯 火灾 瘟疫 陨石撞击 极寒的天气 跟电影的后天一样 对吧 哪一种方式不能毁灭世界呢 都能毁灭世界 所以当这个地面上 真的像圣经说的一样 满了强暴 没有善 但只有恶的时候 那么人类真的可能会再一次迎来毁灭 当地上满了恶的时候 那我们靠什么 我们还有哪一条州吗 哪条 还有哪条船 可以载我们 度过这个末日呢 有人想出来 有人说 我们靠我们的好行为 哎呀 就像这个给自己攒功勋一样 积累功德 我们就可以度过末日 我在这里肯定的告诉大家 不管谁说这个话 你都可以佩他一脸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本质是一场交易 你记住了 人是不能用交易的手段 从神手里获得任何东西 你说我积累功德 我积累好行为 积累小红花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上帝说 这世界是他的 一切都是上帝造的 对吗 那你怎么能用你今天在世上用物质换取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来跟神交换永生呢 跟神交换生存的机会呢 而且更别提你怎么能够拿这个有原罪的生命和圣洁的神去交换原初的那一份纯粹的生命呢 就好像咱们今天有人贪污腐败是吧 拿了一个亿 外来跟法官说法官啊我拿我这一亿中的80%跟你买我一条命 法官说我把你办了这一亿都是我的 当然这个我们不能拿法官来类比神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不能拿有罪的钱去为你的罪赎买 那同样道理我们人类也不能因为我们有原罪 我们不能拿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跟神去交换 因为交换不了 神不需要我们 神说我买你这玩意干嘛 是你支付给我东西 OK 你支付的所有我都有 你的生命都是我创造的 你拿什么支付给我 交易本身是一种平等的各取所需 这叫交易 而我们人类是拿不出任何一种东西 是除神创造之外我们自己独特创造的 没有 所有我们用的元素科技规律 都是基于上帝这个世界的发现 而不是基于我们人类凭空的创造 就包括今天的什么游戏啊电脑程序 这些都是基于现有规则的创造 而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不能逃脱末日的这个毁灭吗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其实上帝已经为我们把答案复了 这个答案这个结局就是我们说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说有句话你们可能都听过无数次了 神说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 耶稣基督说的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提到的是 这个世界你看到现在越来越混乱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什么才是我们能够唯一去到彼岸的 能够度过这场灾难的 我们只有这个凭证就是只有抓紧耶稣基督 我们只有相信他 我们因信称义 而不是因行为称义 当然我们也需要有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需要相信这位神 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因此当天父看到的时候不是直接看到我们 而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看到了躲在他身后的我们 那么因他爱子的缘故 我们也就得救了 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得救的流程 我们必须抓住主耶稣基督 我们只有他 也唯有他 没有其他的出路 所以说今天讲灭世 现在生活过得特别的好 对不对 尤其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科技在最近几年产生了一个爆炸式的这种增长 很多往前倒别说几十年了 往前倒五十年 今天的电话 手机 VR 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人类不敢想象的 没有错 我们经历这样知识的爆炸 但是大家有想过 当知识爆炸之后能剩下什么 烟花爆炸之后 到底是绚烂之后 到底是剩下的是什么 是一片的空气 越是爆炸 你就越要小心 所以你看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疫情 很多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很多人的命运被改变了 很多人的生活也就改变了 那么你想 当幕后启示录里边记载那些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靠什么面对 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不要说到时候再临时抱佛脚 我们不要到时候洪水到面前了 去拍打那个方舟 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 圣经里边耶稣基督早就说了 在两千年前他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们 你们是谁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所以说不要做临时抱佛脚的事情 要提前去了解它 不要总觉得我的生命还有机会 你今天 咱们今天晚上上床 不是说你啊 咱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 咱们今天晚上躺上床脱了鞋 第二天能不能穿上 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睡末中就去了 对吗 所以生命气息真的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边 我们要抓紧每天 能悔改 你现在就要悔改 不要总想着以后 人可能就没有以后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大洪水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创上纪 咱们一张张的讲 正好轮到大洪水了 但更重要的是 眼下的局面和大洪水之前 我总觉得开始莫名的越来越相似 那么大洪水的可怕 不要因为他说的多了 拍成电影了 写成故事了 从小就知道了 你就忽视他 当那一刻生死来临的时候 很多人会无限的后悔 但是圣经里面说 那人必要在黑暗里哀哭切耻了 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们圣经都告诉了 我们一定一定要相信这个话 并且一定一定要为此早做准备 去谨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去寻求他 去读经 去祷告 去告诉身边的人 尽可能的告诉身边的人说 天国尽了 我们应当悔改 好了 那今天关于大洪水 咱们就聊到这里 但其实关于大洪水 咱们有特多可以聊的 我甚至可以把大洪水 给你做成一个科普节目 给你做一个考古节目 给你做成一个都市传说节目 都可以 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话题 做成一档信仰节目 就是因为大洪水本身不重要 谁能够发动大洪水才重要 它将来还要再发动一场类似的才重要 所以我希望能够传递这样的信息 给看到这期节目的你 希望能够帮到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无所谓 我不强求 有人说我就不信 您随便 好吧 好了 今天的主日特集 咱们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主日特集再见 拜拜